立委助理適用勞基法,市長會不會要求勞動局去查一下高安 到昨天,我倒覺得這樣 最近這個高安的事情,我是認為這樣,國家機器動得太厲害 到一個程度還是會引起人民的反感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這樣 在這次的事件當中 如果就台灣長期的發展來看 法律要有一致性 什麼意思 平常的這種法律的判斷跟選舉說應該是一樣 意思就是說,你想想看,我倒覺得今天高安這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他不出來選舉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美好的 所以哪有時候人家 我跟你講還是那句話就是說 他可以跟那個蔡總統做簡報啦 然後給陳建仁副總統頒獎 等到有一天他選舉一切就變成說他是違法兼職,開始變成全部都變成負面的 這才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我倒覺得是這樣 不管選權選後,法律應該一致 不然 這樣的話整個國家會變成雙標 這是 我覺得為什麼台灣的司法一直不被人民信任就是這樣 不管是說有錢敗死啦 無錢敗死啦 還是說選權選後不一樣啦 我想這些事要去解決 當然是這樣啦 如果國家的法律是這樣 那大家就一體遵行 而不是說 只要不選舉都沒事 有選舉通通要處理 這太奇怪了 這個 我問我怎麼看一下 今天最新的新竹民調 新竹民調其實 高宏安跟省慧紅兩個人是差不多的 只差了兩趴 但是昨天高宏安卻回應他說上角攻擊 他說立法院不向外面公司會完整的制度 但這整個是大家考 考論開會出來的結果 您覺得這個制度算是合理的嗎 我覺得新竹的事情其實我真的沒有時間去管太多 因為他們我們自己的選情就已經 各地方的失誤就已經很多了 我想還是 回到回歸基本面 你要選什麼樣的人來帶領的城市 然後每一天用這樣子的各種不同的 其他的方式跟市政完全無關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重點是 大家就是希望你們不要討論市政 大家就是希望被模糊 大家就是不想去看誰到底有能力 這個城市 所以 我覺得 重點在於還是回到本質 每一天 做 做攻擊 做抹黑 做其他事情不會證明你比他更好 可是就您當過副市長而言 這件事情是不是北市勞動局應該要進入調查 如果是我當市長的話 勞動局 該查就查 那現在是 現在是台北市政府的職權 他們該怎麼做 我覺得他們就是依法辦理吧 張委員的升級動作不是很好 因為我注意到你手上藍管都還在 你要不要先坐一下 站的沒關係嗎 沒關係先陪著一下 沒關係 是有啊醫生是有說不要站太久 那請教讓你今天的身份是以候選人的身份 還是立委的身份 來拜訪 縣長還是 國民黨是縣長的候選人 楊文科先生 你是用哪個身份 今天其實當然是以立法委員的身份 來跟我們的新竹縣 楊文科縣長來請議 那包含說其實我們從去年開始 在9月的時候 我們的林志堅前市長 所提出的 大新竹合併 那加上後面的升格的議題 其實引發 朝野還有社會大眾 非常多的關注 那在這樣的關注底下 我們也注意到 確實有很多當時所提到的問題 在大新竹合併的 這件事情上面 並不能夠因為修法 沒有達成這個 最終的目的 我們就把它停滯不前 因為包含今天 其實我和楊縣長 我們也溝通了很多 在新竹縣市裡面一些共同 必須要去趕快解決的問題 包含像是我們的交通 我們的這些污水 那甚至像是土地產權 還有我們的 一些像是未來可能要發展的 輕軌啦等等的 這一些問題其實都有待喔 新竹縣市必須要盡快來成立 更好的這個溝通整合平台 所以我在我參選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也將這個納入 我最重要的政見之一 那當然 不管是以立法委員身份 或者以候選人的身份 我相信以新竹市 大新竹的生活圈 共好這樣的一個情況 其實這些問題都必須要盡快來去做解決 所以今天我也覺得 非常高興可以在 這幾個議題上面都有得到 就是楊縣長 許多他過去在實務上的經驗 還有他對於未來跟新竹市 可以有更多 良善的溝通 還有實際的整合執行上 有許多的我們一些共識 所以我相信 無論是說我們在上面講的這些議題上 那我相信用這樣的一個方針 來去做後面的合作一定都是非常的加分 所以今天也算是解了我 今天前災 其實因為 選舉的過程當中 當然地方上有很多 專業的 學者 專家 民間團體 或者是我們相對的民眾 其實他們都會給我們很多的一些 陳情跟建議 那最近可能大家比較關心的 像新竹縣跟新竹市的垃圾 清運就變成大家一個 很大的困擾 所以今天是很高興 可以把這些問題 當面帶到 楊縣長的前面 那也很高興看到 其實新竹縣做了相當多的努力 那我相信這也是我們未來在新竹市可以去 學習參考 並且執行的一個方向 請教一下 先從這個安排 安排兩位 見面 立委跟市長見面 是多久之前的安排 因為剛好 高原 我想這個事情想很久了 想這個事情想很久了 下盤了 那因為這個選舉期間也比較敏感 但是越接近到這個 後頭的話呢 變成就是說有很多 縣市合作的議題啊 最好藉這個時間呢 能夠讓 大家 能夠知道 知道什麼問題 那是不是可以解決 有可能解決的方向是什麼 所以我不記得 這個 講多久了 應該是之前在工程師燃縮賽 所以之前每次見面到 演講現在大家都不然 認識狀況 決定可能 認識取消的 我根本不知道 他會這樣 今天早上我才知道 其實我本來就是 想說就是 因為都已經約好了 那認識取消 真的是 很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事情也是有點 突發的狀況 所以 老實說點滴還沒打完 是跟 醫院請假 出來 所以我等一下必須趕快再趕回去 繼續 再繼續打點滴 基本上就是 過勞 是這樣嗎 應該說因為前一陣子就是 時間上面在 平常的選舉行程 已經 還有立法院問證 其實已經 佔滿多時間 那因為 可能晚上深夜的時候 又要再準備很多一些 面對一些大量的 連續的 一些抹黑的狀況 那有一些情況 確實也 只有我自己 能夠去準備 比如說像資車會的這些事情 我也必須要自己 來做資料的翻找 所以確實在 時間上 睡眠比較少 那再加上 吃的部分 也因為行程的關係 比較吃的 不是算太正常 所以就 昨天確實是有一點身體不適的狀況發生 那到了醫院本來也想說就是 醫生這邊可能就給予一些相關的治療或者是廚房 但醫生可能看了一下情況是覺得說有必要就是流至院內去做一些點滴 還有安排檢查 所以才會安排住院 這樣 你明天的行程會恢復正常嗎 現在目前是跟團隊討論的狀況是可能會盡量把行程減少 只是說比較重要的這種官方拜會的行程還是不好意思取消啦 那醫院請假也有他的相關規定 所以我們只好在這個部分先以請假方式來進行 縣長 是 對 我們在這個 互動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針對哪些議題特別在意的跟高委員 是我想今天非常感謝我們宣董事長 在很早以前就談到說 我們高委員對 地方上的一些建設的一些想法 要跟我來一起來溝通 所以我今天非常感謝他 我也很佩服他 對我們整個新竹地區的產業的發展 怎麼樣來提供更好的一個幫助 所以我特別提出 第一個意見是 我們要未來 應該要成一個沿線式合作的一個平台 那第二個的話 他對於這些 交通 教育 以及這些 飲水方面 他提出很多看法 那我們也就我們所知道的 也和盤托書 跟他做一個 真正的一個交流 我相信這些對於一個 未來的一個 縣市長來講的話 能夠這樣的一個交流 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這種交流 純粹就 地方的發展 有做一些 溝通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其實他比較尖銳的喔 今天的會面有沒有事先告訴 市長或選人 國民黨的清聰會長 林跟人 林議員 有沒有先跟他做一下 因為畢竟你們上個禮拜六才一起合體 是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這個 業務上的溝通 我想這不必跟 任何人來 做一些 報備 我想這個就是 很普通的一個 意見的交流 我想任何人 跟我們來談 我們都願意 所以這是你選擇在 縣長室 接待委員 是 那兩位 如果 都幸運 順利當選的話 會不會支持 推動 一起合力推動 跟大新竹合併 那兩位 市長的教導 這個部分的話 大新竹合併 他的這些 怎麼樣來合併 我們新竹縣 事實上也正在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 規劃的內容 那這些部分的話 我想合併的問題 牽涉非常的多 那我們這個也是要等到未來 到底是 竹竹苗合併 還是竹竹合併 這些 這些內容的話 我們正在 討論 也正在檢討 到時候 時機 適當的話 我們就會來進行溝通 其實我對於 大新竹合併升格 事實上我一直都有保持 比較正面的態度 那包含說其實我自己 也在 今年一月的時候 我們也送了臨時動力 然後也在二月的時候 正式送入 這個地方制度法的 修法版本 進到立法院 所以可以證明說 其實我本人對於 大新竹合併的升格 或者是竹竹苗的這個合併 其實都是保持著 相當正面積極 希望各界可以積極來參與 討論的態度 那當然很可惜是說在 好像感覺上來不及 趕上大選之後呢 其實 我們的執政黨在這一件事情上面的 推動力道 就變成是 減弱 甚至趨近於領 那這是我覺得 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如果說未來有 適應當選的話 那當然在 大新竹合併 或者是竹竹苗合併 上面 那我相信 剛剛跟縣長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都對於這樣子的議題 都是有抱起正面 而且積極討論的態度 那我相信 過去其實林志堅前市長 曾經承諾過 新竹市政府要成立這個 專案辦公室 來推動大新竹的合併升格 那我不知道說後來 是不是有這樣的進度 因為在新聞媒體上 確實是看不到 任何在新竹市政府 這一塊專案辦公室的 一些進展 那我自己如果當選 承諾 當選之後 我也承諾說 我會將這樣的一個 專案辦公室來成立 並且跟新竹縣 甚至苗栗縣 來進行相對應的 積極的溝通 剛剛其實在跟縣長 就是互動的過程當中 我發現其實縣長有一個 跟縣府的團隊 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說在溝通這件事情上面 是非常的認真 因為很多事情 當然它存在有不同的奇異 可是如果說能夠做到 跟議會好好溝通 跟地方好好溝通的話 我相信很多事情 就可以比較迎刃而解 那先前新竹市政府 強推大新竹合併 卻沒有跟地方的議會 跟新竹縣政府 好好溝通 才引來有這麼多的反彈 那甚至最後呢 就是開死途中 我是覺得蠻可惜的 所以我當選之後 我會 參考這樣子 接近這樣子一個 失敗的案例 我們會好好來努力 去達成這件事情 請看 倫敦